好 所以董事長 但中國大陸現在有可能 發生這種狀況 幾個人就假冒說 我是中國最神秘的特種部隊 大搖大搖的就進到公關梯 就這樣子糊弄 不要這樣講 因為這種事情在中國大陸 在這十年前 2013年 一定會發生 因為這種事情沒有什麼了不起 舉例這樣講 我都聽過 有些台商 就在我所了解的 譬如說在江南一帶的台商 他賭博 賭博被抓 賭博被抓的話 他是被公安抓的 被公安抓怎麼辦呢 他就拜託其他的單位 我們不談單位名稱 都不太好 那其他單位來講的話 他們就用他們的這種工作需求 來打電話去關照 請你放人 這樣就放人了 放人啊 直接放人啊 然後就這邊收錢嘛 就是收錢 一個放個人 你賭博被抓可能要判十年耶 可是你現行犯被抓到 可是因為你的案子 還沒有移送到檢查廳之前 沒有到檢查機關之前 案子沒有成案嘛 公安在手 在公安手上嘛 那我現在有力量的話 打電話叫你放人的話 對 你就放了嘛 放的話你可能收個 三十萬五十萬人民幣嘛 這個台商會給啊 沒有問題 這個常 我也給啊 三十萬五十萬 所以我講的意思是說 用錢就可以解決嘛 不用用騙的嘛 這個用騙的很低級嘛 這個花錢 因為除非你殺人 殺人誰都沒辦法 對不對 其實在二十年前啊 殺人也可以 殺人都可以啊 殺人就把你帶走了啊 他把你帶走說 我另外有一個案子的審查 就把你帶回家了 那最近這幾年來 他比較進入規範了 所以這種事情過去啊 不要用那麼複雜的方式啊 來搞 表示他非常不夠力嘛 夠力的人的話 一個電話就解決了 收錢辦事而已 所以我們覺得非常光怪 露起的事情 在中國稀鬆平常 稀鬆平常 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習近平上台之後的規矩 比較嚴格了 大概困難度很高 然後各方面都規範很多 沒有那麼簡單啊 那以前 現在因為動得得救嘛 那以前那個年代 就是GDP時代 有錢就可以辦事 大家都要創會嘛 所以連公安機構 然後抓人本身 也是一種創會的方式嘛 董事長 你有事每一次 去搞了一個美島民調 有事每一次 你也就把郭台銘弄下來 郭台銘弄下來以後 你就想他有15% 侯友誼也15% 本來呢 這個所謂的柯文哲是什麼 28%顯得變成20% 只有賴清你的受損 社內銘的受損很好 不到不到2% 結果你現在 郭台銘就開始動起來了 我要跟大家 各位觀眾 先要告白一下 我在做民調之前 我跟戴麗安兩個人 都認為 我沒有要侮辱郭董的意思 或看清他 但是我們心裡面想想 放進來的這個百分比 大概是各位數 就沒有了 不可能嘛 因為怎麼看他最近 最近他很安靜啊 也沒聲音啊 怎麼會啊 所以我不好意思 一放我看他數字 我嚇一跳啊 那我當場被嚇昏了 怎麼這種事情跑出來 然後你看他 他最大的這個 他厲害在哪兒 你知道 他把他跟他同事 來另外的三個候選 全拉下來了 每一個人都拉一點 那拉最大的是誰呢 柯文哲 柯文哲 這一下完蛋了 因為我們友台 做了一個名叫 柯文哲第一名嘛 那柯文哲 從那個第一名的雲端啊 到美利島現在做了20.9啊 就等於宣判死刑了嘛 現在看得很簡單嘛 這個四咖都的情況之下 他你現在看得很清楚嘛 就是我們總個表態率85% 對不對 85%把扣掉賴心得大概35% 就是說非率這邊50%喔 非率如果整合成功 就50對35穩贏 對不對 那問題是他們會不會合作嘛 不會 目前看不到嘛 因為朱立倫講了一句話 叫做非率大聯盟對不對 然後柯文哲講了一句話 這聯合政府 看起來都有合作的機會 對 談得蠻好的嘛 就這兩天在幹什麼 這兩天在開始在 國民黨在訂房科條款 只要柯文哲去站台的 開除黨籍 你本來你不是 你怎麼講這個國民黨 跟民眾黨在立法院的席次上 是必須要合作的嘛 怎麼會搞到說 我現在跟你民眾黨交往 我站台就開除黨籍 所以表示國民黨開始內說了嘛 他們沒有要去推動所謂的擴張 或聯盟或合作整合 都沒有啦 國民黨現在選的就是守基本盤嘛 但如果說國民黨要守基本盤 那大家守基本盤啊 那守基本盤 國民黨就掛了啊 大家都掛了 這三個你看到沒有 柯文哲 何友宜 郭台銘 三個全部一起輸 沒有一個會贏啊 都不會動嗎 這個票不會動嗎 這個票不可能 這個票我這樣講了 會動的 比較會動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會上下 因為柯文哲到了8月到9月 10月這三個月當中 會出現立委參選對不對 那柯文哲沒有立委嘛 沒有立委的話 那柯文哲整個的票就會被移動 移動到侯友宜或是郭台銘身上 如果郭台銘出現的話呢 會優先移動到郭台銘身上 因為郭台銘會做什麼事情呢 因為他們會有防科條款對不對 也有防郭條款 那有沒有防新台幣條款 沒有防新台幣條款啊 捐錢 所以郭台銘只要一出來 你看大家的立委都開心得不得了嘛 所以國民黨 郭台銘沒有小機對不對 一定有小機的啊 因為你租立人不能夠去訂 或金普通不能訂說 哎呀不能接受郭台銘捐款 這個不行吧 講這個不通嘛 所以郭台銘守的 那個郭家軍的這個立委啊 會搞一大票 那一大票立委 他支持的立委一定比侯友宜多 一定比柯文哲多 可是我不懂啊 你就算很厲害 你也不過15.4啊 就算15.4 你也上不了啊 你上不了還是攪局啊 三個都上不了 三個都上不了 到最後都是 都春夢一場 所以現在郭台銘是以戰逼合嗎 對的 以這四個字 剛剛講得太好了 郭台銘以戰逼合 他現在是以戰逼合 他現在以戰逼合 郭台銘我認為 他一定要先拿到門票 他過去的錯誤就是 一直要拿國民黨的門票 拿去吃個豆腐 一樣 郭柯文哲的門票 吃個豆腐 什麼併購人家 講這些 這些風裡雲裡的話 不找邊際 他現在這一次決心下了 他先去跟你搞連署 他 郭台銘連署會不會過關 會過嗎 保證過關 會過關 連署拿什麼困難 連署隨便 28萬耶 28萬 太簡單了吧 對不對 過關他就有門票了 他有門票 他有門票 柯文哲有門票 那侯友宜有門票 三個人要不要坐下來談 那還能來談嗎 一定要談好 他現在怎麼樣轉回來 他要宣布參選 怎麼轉回來 他要去搞連署 只有一個理由啊 就是愛黨愛國 你現在這個侯友 不會當選了嘛 所以我為了救國民黨 我要出來 然後為了救台灣 救中華民國 我要出來 然後幫你們整合好 變成非綠大聯盟 聯合政府 這是郭台銘唯一的 對外的一個正當性跟口號 你說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動作 是美國五角大廈 警告他的好萊塢 警告他所有的電影製片商 你如果敢跟中國叩頭的話 你再也得不到美國五角大廈 所有的資助 你說這是很兇很玩 真的 所以這表示說 美國的片商 想要賣他的影片到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是一個非常大的 而且目前越來越成長的一個市場 那在這個美國的這個 這個在這個 所以這個片商 在中國壓力情況之下 就把這個做小動作嘛 對 就把中華民國的國旗 跟日本的國旗也改掉了嘛 就故意把它模糊化 做這種小動作 然後讓他能夠開放到 到這個中國大陸市場 可是這種事情 對這個 對中國大陸這個 有特別意義嗎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美國在二戰的時候 它有個叫虛擬部隊 虛擬部隊就是有好萊塢的 那些道具商來做的 做什麼 我就做假大炮 我就做假坦克 我就做假飛機 我就放在那邊 讓德軍來偵查 以為是假的 用假的來呼籠你 當時美國的製片商 當時美國好萊塢的 所有的道具公司 是完全接受美國 廣布管制的 所以表示你看 美國看起來是個民主國家 結果搞了半天 他的軍人的勢力 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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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今天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那好萊塢一定會配合他 因為好萊塢非配合他不可 可是他這個就變得很尷尬 因為中國的那個整個的 購片的審查制度 也非常嚴格 而且很不容易 那市場非常大 你一個片商賣得好的話 就幾億人民幣 十幾億人民幣 所以我覺得這個片商 在這個尷尬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產生一種 新的妥協出來 董事長 這也太撲朔迷離了吧 而且都是你害的 不是 它跟我什麼關係啊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 就擺明了嘛 就是泛律 這個跟泛男之間 現在出現一個儲和漢介吧 那現在 儲和漢介 對 整個總的情況來看的話 如果現在出現四咖來 四咖來比賽的話 大概就是確保 賴清德會當選嘛 對不對 那現在唯一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唯一的逃生的這個 勝利方程式是什麼 就很簡單嘛 這三個要坐下來談嘛 就是郭台銘 柯文哲 還有何友宜 三個要合作嘛 對啊 三個合作他們就會贏啊 三個他們自己不合作就輸啊 怎麼合作啊 誰要讓啊 誰要當老大 這個政治本身就是妥協的藝術 政治就兩件事情嘛 一個妥協 一個堅持 你該堅持要堅持 該妥協要妥協 那郭台銘是企業家出身的嘛 對啊 郭台銘企業家出身對這個精良 對這個算盤 對這個妥協這個事情 是他擅長的嘛 我想認為他一定 可是不是講說他要去支持 國民黨TV的候選人嗎 不是 這可是不管怎麼講 現在我們已經長達將近有 十五個月的民調已經看出來了嘛 就是白藍的民調跟綠的民調 已經變成不相干了 一刀切了 一刀切嘛 各自有這個上漲這個跟下跌的幅度 對 完全不是有很少部分的 不交流了 有一點很小的交流啦 那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在這個白藍部分的總和的民調數 有百分之五十嘛 那五十遠大於賴清德的三十五啊 那三個人談好就不是好了嗎 三個人談好不是 哪有這麼簡單談的 都談不攏啊 當時第一個提出來 所謂的非綠大聯盟是誰提的 誰提的 朱立倫啊 那這個聯合政府誰提的啊 柯P提的 柯P提的 是都在講整合不是嗎 可 都是 都是 以前阿扁是怎麼樣 衝突妥協進步 我衝突 你妥協大家進步 對啊 你都這樣搞啊 那現在這個機會還在啊 現在還有將近有好幾個月的時間 現在目前看起來每三個單位每都 現在都三個單位都已經開始這個 這個準備要向前衝刺嘛 那今天的第一個新同學是誰呢 是郭台銘嘛 那郭台銘他只要他很簡單 他只要開始準備好 他只要自己裝盡自強去取得門票 那就三咖坐下來談 就談好 台灣不就是妥協進步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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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